日本已经讲说要把这个两年后 他们会把那一种有害的放射成问清除 那只有川没有办法清除 所以它倒在海里面 那全世界都这个川都将到 那我们现在怎么表达关切 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两年后 将福岛第一核电厂 在311核灾后持续产生的核污染水 稀释后排入海中 预计连续排放30年 对此周边国家和地区 都表达强烈的反对和严正抗议 然而台湾民进党当局 对此事却是轻描淡写 仅表示关切 绿营政客也纷纷跳出来为当局帮枪 其中台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的表现 最突出也最荒谬 而这是谢长廷昧日护日的一贯嘴脸 现年75岁的谢长廷 是民进党创党元老 曾经是党内举足轻重的四大天王之一 担任过高雄市市长 与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他与日本渊源颇深 年少时就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 到日本京都大学攻读博士课程 是民进党高层少数 监通英语和日语的人 2016年谢长廷被蔡英文 任命为所谓驻日代表 从谢长廷履职的那一天起 每次遇到台湾地区 与日本之间的争议性问题时 谢长廷的立场都是偏向日方 从不为台湾民众权益着想 因而也被台湾网友嘲讽为 帮助日本的所谓驻日代表 2016年5月 台湾渔船在冲之鸟礁海域 被日方扣布 台湾派出拉法夜舰护鱼 谢长廷当时内定出任 所谓驻日代表 但他还未上任就开始驻日 公开表示不赞成用军舰解决 军舰就是不惜战争 日本跟美国有安保条约 我们如果说战争 我们等于是跟美国先战 我们武器是跟美国买的 我们跟他买武器 他都知道武器的性能 我们怎么先战 2017年初 实为美国国防部长的 马蒂斯访日时称 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 面对钓鱼岛被日本觊觎 蔡英文和谢长廷均未做出表态 引发岛内批评两人是 儿皇帝与孙代表 2018年1月 谢长廷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称 所谓冲之鸟 钓鱼岛 及魏安富等争议都是悬案 被岛内网友痛批 简直是卖锅贼 2018年3月3日 台湾渔船于宜兰外海 遭日本公务船以水炮驱赶 谢长廷称错载台湾渔船 我坦白我是要求说我们渔民 有时候通报一下 要去打一个招呼 你这样神之鬼末一下子 这样子真的是 我配哦 刚刚才没有办法 在魏安富问题上 谢长廷也始终站在日本的角度思考 2018年9月7日 日本右翼分子脚踢魏安富同向 激起台湾各界愤怒声讨 谢长廷又表示 没有证据证明这是日本政府指使的 因此不会抗议 我是反对任何身高日台对立 破坏日台友好的任务行为 对日本卑躬屈膝 极尽缠媚 对涉及台湾民众利益的事情 谢长廷却高高在上能躲就躲 最近岛内波罗滞销 有网友建议谢长廷交涉日本购买台湾波罗 没想到谢长廷在脸书发文回应称 直接要求日本购买 多少是卖人情 还援引数据说台湾波罗在日本 美法和菲律宾的波罗竞争 然而对于日本核灾食品进口台湾 谢长廷却是一直在不懈努力 即便在莱猪进口台湾议题延烧之际 他还专程回到岛内替日本政府四处游说 希望为日本核灾食品登台铺平道路 为此他还获封另外一个称号 日本核食萧台代表 而对于自己一以贯之的昧日行径 谢长廷自有一番辩解 我是站在台湾的利益上 推动台湾跟日本的友好关系 我们台湾就是因为历史经验的关系 一有一部分是仇日反日人 那他们看我就很不顺眼 我当然是要对日本好 但是我对好不是说日本会给有钱吗 也不是说日本给有什么好处吗 这样他对台湾才会好吗